大陆钢琴王子支撑的李云迪 惊传嫖妓被捕震惊娱乐圈 北京公安在21号晚间通报 朝阳公安分局接获群众举报 有人卖淫嫖娼 警方查获违法人员李某迪 他也承认违法事实 依法行政拘留 事实上李云迪在上半年就月嫖娼 被抓过一次 当时消息没有传开 没想到如今再犯 39岁他从小被视为天才儿童 年轻时夺得多个国际钢琴赛大奖 曾五度登上央视春晚 获选大陆十大青年领袖 目前节目中他的画面 全被打上马赛克 他在微博认证的头衔 包括重庆政协常委也被拔掉 当中医院家协会发文取消 他的会员资格 央视网评价 他完全是自作念 医院才子一系从云端跌落谷底 举报他的又是北京赫赫有名的 朝阳区群众 包括吴亦凡房组民 柯正东高虎到现在李云迪等明星 无论吸毒或嫖剂 全是朝阳群众提供警方献报 他们可能是保安大妈或路人 从一个眼神动作 就能获得巨大讯息量 网友还将他们列入 世界五大情报组织 和CIA中情局并列相当厉害 记者一位领域一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